大家好,我要講的是Problem Set第八的第五題 那這一題要講的主要是 有一個機器它會發出聲波跟節奏聲波 然後這邊有一個目標屋它會反射這個聲音 然後同時往左移於大V的速度移動 那希望A小題的部分是希望求出FR跟FS的關係式 B小題是希望說得到這個東西 在這個狀況下會近似於小V分之二大V 那首先我先假設就是這個目標屋接收到聲波 它的視頻率是小F 那因為第一個部分這個過程可以想像成 就是目標屋往深遠移動 所以就會得到這個視頻 用突破的效應 那因為小V是聲波的輸出是往這個方向 大V是這個方向 所以中間是要用假號 那同時這個ZAMDA代表是這個波的波長 所以就是V出於原本的FS 那畫檢一下就會得到這個 那看第二個部分就是FR的部分 那這邊可以視為目標屋當作星的聲源 然後往接收器的這個方向移動 所以FR會等於這個東西 那因為這個它是往左的 同時它的聲波是往左邊傳 所以你要算它的波長會是小V件大V出於F 那把上面的F帶到這邊的F 然後在畫檢之後就會得到這個視值 那有這個視值 小V跟小V可以刪掉 會得到這個 所以就是FR會等於這個視值 那就得到題目的所求 那第二個部分問說 FR件的FS除以小FS 那就把剛剛的關係是 FR等於這個帶進來 再同把FS去掉 就會得到這個 然後再把 就經過一些畫檢 會最後得到這個東西 但是因為小V遠大於大V 等一下這個部分 這裡可以忽略掉 所以就會等於小V分之二大V 謝謝